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家庭的最后的完整怎么还给破坏掉 看我跟你生活在一起就跟手活寡一样 爱要有你才完美 欢迎收看杰利亚冠名播出的保卫爱情 保卫爱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跟牛恋是在2007年9月入校的时候就开始认识了 然后在10月就国庆节之后我们就开始交往 2010年他大学毕业当时签了周十一 现在工作吧离家也挺远的 经常也回过去家陪他的时间也很少 一点也见不了几次面 才来不久的时候他就开始说小姐 总共五个月的时间才第一次回家 然后有时候一句话说错了什么的 然后就生气什么吵架了 然后就提出分手了 工作环境真的还是挺辛苦的 还是有很大的危险性我感觉 我妈就知道她家庭不是很好 就有点反对我 亲爱的我就想跟你说一个要求 咱们结婚的时候就希望你能够到咱公司这边来生活 我希望的就是能够在几年过后 我们还是能够在一起 她能够回到重庆 她还是这样的工作 我都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 因为毕竟一个人有时候真的很想她 可是她也不能回来的那种感觉 我都想得在你面前哭得最惨 我知道你也不能带我回到那个地方 你说你先 怎么了 你去她那看很苦是吧 是的 所以要分开是吧 也不是说分开先考虑一下 钻井工人是吧 石油工人 钻井工 对 就跟王静喜 铁人王静喜他们干的工种是一样 对对 特累啊 在野外条件也挺辛苦的 上下班啊什么的 都没有什么其他业余的娱乐活动啊什么的 在她的工作 如果你们要往前发展的话 由订婚而结婚 每年能见几面 三面最多 每面见多长时间 也就六七天左右吧 也就是说一年能见二十一天是吧 最多见二十 大概差不多 我听说你这次去到他们的那个队上了 去了的对 说当天就吓跑了 反正是够心酸的看起来 他们那个地方就周围大部分都是那个池塘 就一个钻井平台 可能工作还要到那个二十多米高以上的那个平台上面去 是吧 那个有危险 除了工作就吃饭睡觉 他在那干五六年左右的话 基本上跟社会就要脱钩的感觉 还有担心的就是他的安全 小伙子上井多少长时间了 快一年了 快一年了 有那么危险吗 有个小磕小碰 磕哪了 磕一般都是磕 因为现在就操作机器 然后磕受伤的机会比较 你喜欢那个职业吗 刚开始从学校出来干这工作还是挺心酸的 慢慢的然后跟队上的什么队长啊他们师傅啊什么兄弟什么的都现在都合得挺好 有感情了是吧 对对对 据我所知你们三十多个人除了队长结了婚其他全是老光棍啊 像你这有女朋友的据说都稀奇是吧 没那么严重啊 找对象都是一般都是以前上学的时候台上的 然后如果能坚持到队长 但是挺多很多的坚持不少时间 也就是说你们的这个爱情比别人的短 说说怎么认识的吧姑娘 因为他们的同学跟我们高中同学就是朋友那种嘛 然后一个巧合的机会 他们同学在我们同学的手机上把我的号码给找住了 然后我就拿回去分给他们寝室的朋友 然后就他最后给我发短信了 等等我没弄清楚哈 是说有一个人把你的手机号码拿回了寝室 分给了五六个男生 他的目的是说让这五六个男生去追你是吧 不是五六个男生去追我 因为他也弄了几个号码 就其中有我的一个 然后他们就分给他们随便自己去年轻 就是现在他们年轻人都这么恋爱 石游轩女生特别少 所以外外系的外校的女生的号码弄击 但老师有经验 你们俩就配上了哈 当时就没有谈说是说男女朋友的那种关系 后来有一天晚上他就说我们那个做男女朋友可不可以 那我当时没答应他 后来被他们寝室的那个同学知道 他说他也喜欢我 他们俩同时追求你 在这两个人当中你选择了小刘是吧 是的 这小刘哪儿你喜欢啊 大家都看得到他真的比较老实 第二就是因为我妈的意见就是说不让我耍外地的 她是本地的是吧 对对我很重庆的 结果你没想到他工作竟然是重庆人 但是却变成了一个外地工作的人了是吧 对 所以你开始难受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你爱他吗 爱 你觉得你自己有能力吗 有 你又爱他又有能力 他不希望你在那辞职回重庆 这个问题有点困难 为什么呢 因为我已经签了五年的协议了嘛 通过干这么长的时间也对这工作也产生了一定的感情了 有点难割舍了 所以这是两难是吧 每个人爱的语言不一样 有些人要的是赞赏肯定 有些人要的是礼物 金钱 物质 有些人要的是身体上的接触 那有些人要的是时间 最完美的是什么 你们要的对方都给得出来 是最完美的 最后我要说一句话 我想在这里对你们像这种极力的职业 或者是传言或者是这种其他的 之上最崇高的经历 我每天也挺想你的 但是我也希望你能多多的支持我 只要我们两个人的心在一起了 我相信什么都不是困难 希望你能支持我 我爱你 不管你一年或者是 你个月能有几天在我身边 我最大的希望就是你安安全全的 我就是愿意 忍受孤单忍受寂寞 在家里好好等你 两个庭座在酒厂时又起在招招物 爱情难就难再坚持 这个女孩不容易 她选择了等待 在爱情地图的活动中 我们来到了重庆 再次见到了 同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去年参加过爱情保卫战的嘉宾 石油哥的老婆嘛 今天等于是来报喜的是吧 对 我就是让她安心 小刘 我告诉你 这个姑娘 很爱你 虽然刘念因为工作 没能陪伴在她的身边 但是赵川替这个女孩 喊出的那句 我爱你 足以反映出这个女孩对爱情的鉴定 在节目中还有一对情侣 南方是一个铁路工人 同样工作的原因 两个人的婚期已过在里 一座不属于谁的城市 每天上演着悲欢离合的故事 繁华背后太多人已经迷失 于是我们都学会相互掩饰 我们都学会相互掩饰 我们都学会相互掩饰 我真的害怕我自己坚持不下来 不知道我还能不能跟她坚持到最后 小伙子今天为什么来啊 就是因为她不想跟我结婚 没这么夸张吧 因为我这有婚期总是退迟 本来呢就是装修啊买假具啊什么的 都是她准备的 结果到现在也就割下了 所有东西都不准备 所有工都割下了 对 那你们领结婚证了吗 没有 资料里说你们的婚事 已经准备了两年都没结成 为什么呢 因为我经常要去外地抢险 那是去年的 也是短五节前后 结婚的时候正好赶上熏气 当时情况挺紧急的 不外当时有一个桥挺危险的 然后呢我们要路过那个桥的话 需要走一个三米高的购物吧 那天正好是下大雨 下得非常大 然后呢我们就必须得烫着水过去 当时那个水已经到我这么个胜了 因为它都是雨泥它够 然后呢脚特别的滑 是很危险 是很危险 我们爬不上去只能拿绳子刮到树上 然后一点点爬上去 这就是上次因为那个原因 你们没结成婚对吧 就是这个活完了之后 我回来就冰了一个朵月 然后就因为这个 但是我看资料里面说你们俩已经相恋七年了是吧 我们是大学同学 然后那个变了之后吧 才在一起的 大学的时候那三年没有跟她在一起 是跟另外一个女孩在一起 那个女孩为什么离开你 就是因为我参加铁路工作了嘛 然后经常就不能见面 你们好像学那专业就是铁路专业是吧 对 现在家里面人对她的工作特别不满意是吧 我其实也不太喜欢她的这个工作 你的工作一年能陪她多久啊 我们是两个月到三个月 能完一个活 然后回来个两三天 那她就很寂寞是吧 对应该是 我希望她能上那种朝九晚五的工作 那样的话她能天天能陪在我身边 你们家人什么态度啊 那次然后她把婚期拖后了嘛 所以她们意见挺大的 而且其实她们对她的工作也是挺有意见的 今天她们来了吗 我爸爸来了 来我们有请 你好 我不好 这个未来的女婿你喜欢吗 我还是挺害怕的吧 千两千杠给我熟路了一顿 怎么着 她说你们现在不想跟人结婚了 我现在就考虑这个问题 结婚之后 她在外地 甩她一个人 人家是脚趁惯惯惯了 独立生活不行 但有小孩 那么办 我得为我归女造成 博普上回跟我说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他们这个好像岁数也比较大 光只是一个小女儿 反正照顾四个老人 照顾不过来 然后呢 需要我 也是经常去照顾 但是我现在顾不了嫁 今天你母亲来了是不是 今天我母亲来了 来我们有请这个小上的母亲 来有请 你好 着急吗 人家女方提出来这婚 能不着急吗 刚才算准庆就要把人提出问题了 说结婚以后怎么办呀 她常年在外地的 只有我照顾吧 阿姨其实她身体也不是特别好 以后要是真的有了孩子的话 我爸爸我妈妈她岁数大了 我爸爸已经其实了 肯定照顾不到 你会觉得如果真跟她结婚了 可能生活就变得苦了是吧 我觉得她也是在忙活这些个琐事的时候 她觉得太委屈了 都是她一个人干 我办不了她的忙 你觉得亏她吗 很亏欠她 但是没有办法为了不做 这个工作确实太特殊了是吧 对 而且我们经常性的就是 一个电话就给叫走了 下学就要去早学 然后呢 春运的时候 就要去绑王跑车 这都是很正常 行吧 你工作和媳妇你挑一个 我这样两个都要 你想嫁给她吗 我挺想嫁给她的 但是我特别想让她换一个工作 因为其实我们俩俩感情真的是到那了 相守的人永远不知道分离的痛苦 分离的人永远懂不到相守的烦恼 很多事情不感受其中的话 我们不能够有更多的感悟 我只能说什么呢 如果你们俩为了事业牺牲自己的幸福 我们表示赞美 如果你们为了自己的小家舍弃事业 我们也表示尊重 我们其实无权在这评价上 男嘉宾用了自己更多的时间和辛苦 去铺我们的路 搞得自己的幸福之路要断了路 这点值得我们尊重 我们只能说像小凯 或者是像小凯的家人这样 时时刻刻在自己的岗位上 兢兢业业为大家付出 为我们付出的人 他们和他们的家属永远值得我们尊重 谢谢 你是上天赐给我的一个礼物 在我身体最不好的时候 是你一直在陪着我 支持着我 所以我真的不想离开你 只有你这样一个女孩 才能够打动我的心 我几年一定会娶你的 其实我真的挺不舍得这份感情 我特别想你能换个工作 然后一直能陪着我 请开门 鼓掌吧 亲爱的咱们回家就领这儿吧 你家伙说的是这个 你行还是不行 好吧 亲爱的咱们回家 亲爱的咱们回家 my dreaming but the only thing in life that has meaning are the things you gotta work for believe me take into your hands a plan your own hands can land your own brand and damn i feel like no one takes accountability they want the credibility convincingly unwilling to put in the hours it takes to get some power don't be sour take a cold shower scream until you're louder work until you're prouder and all the doubters they're just your downers i swear to god they don't let me down i always fought just to wear the crown i'm off at these clowns hoover up top they deserve an ounce it's only worth it if you work for it it's only worth it if you work for it i won't stop till they hear me now i won't stop till i wear the crown we're going to get married in the future i will support him in the future i will support him in the future i will support him in the future i hope that our friends and friends can support us im十分天下的有情人中藤眷属 i where later a i where w i where i where s i whe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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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挺好的 跟没结婚一样 倍儿自由 你放心吗 我觉得挺放心的 我挺有自信的 主要是我太好了 不是那会儿 你们俩在这儿 闹得翻天覆地的时候 我一直都这么好 什么时候要宝宝啊 宝宝还是挺牢活的 过一两年吧 我觉得现在自己 还挺年轻的 带喜糖了是吧 带了 赶紧给这些老师们吃 特别是图老师 骂你们骂得最狠是吧 对你们最好 快去吧快去吧 谢谢各位老师 来快发喜糖 让你嘴变甜点 谢谢邹老师骂我 谢谢 邹老师来 来 吃喜糖了 哎 你们这样 剩下糖你们在现场撒了吧 让大家分享一下 你们的幸福 糖发完了 谢谢主持人 谢谢主持人 还有就是各位老师 然后之前让我为我们调节 没了是吧 吃完了 我明白了 人家小伙子刚刚回来 咱们请人做节目 也有点不人道啊 不是不是不是 赶紧回家啊 本来说是 失忆就咱们过来 然后谢各位老师 给主持人的 但是呢 就是失忆 我们那儿确实是比较忙 又走不开 对又走不开 那个失忆 等于一天半也没借过 然后呢 这是赶上这个机会 又回来了 然后赶紧 赶紧就过来 特别好的天津小伙 铁路上面修铁路 娶了这么一个好媳妇 默默地支持 彼此又信任 你赶紧回家吧 我们静候加音 祝这个早生贵子 谢谢主持人 这一刻我有些相信宿敏论 相信一句话 叫做好人有好报 他们的好是因为爱 因为理解 让他们选择相守人生 这是人生的幸运 这种幸运比较难 有的时候可遇不可遇 大部分的时候 鱼和寻掌不可见 就像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主持人 他有着坎坷的人生际遇 他热衷于公义事业 他热衷于帮助其他人 但是他却平衡不好 事业和亲情之类的关系 1976年出生的少明 因为母亲难产 导致先天性脑瘫 年幼的他几经家庭变故 虽然身体残疾 家境贫寒 但是身残至尖的他 勤奋好学 刻苦钻研电脑技术 之后在朋友的帮助下 开办了电脑培训中心 从此开启了艰辛的创业之路 2005年 饱受苦难的他 终于得到了上天的垂青 结识了善良朴实的农家女孩 苗苗 不久便组建起一个幸福的家庭 但是幸福的生活在几年后 却发生了变化 掌声有请今天请来的嘉宾登场 您好 老少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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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坐 您走路还稍微有一些脚步方便 是吧 是的 我这个是在出生的时候 那个由于难产 导致了我的 右脑的脑神经的一个破坏 是一个属于先低进脑瘫 今天来我们节目有什么想法 我一直关注公益和自己的事业 对家庭不是挺多的 导致了我在去年的七月份 和我的爱人离婚了 这半年来 我对我的以前的一些生活性的反思 我觉得我的妻子对我夫人挺多的 而我没有去证实 还不断地给她施压 那我想通过这个平台 让她知道 我还想让她给我一次机会 希望能够让她回到我这个家 希望能跟她复合是吗 因为她对我的家付的挺多的 照顾我 照顾孩子 还照顾我一个病毒的父亲 我家里是两个残疾人 我的父亲是半瘫之后 中风半瘫之后 眼睛是全盲的 哦 父亲的生活也需要别人照顾 是的 在这之前 全部是由我妻子一个人做好的 那你妻子很能干啊 很能干的 那为什么会离婚呢 可能我过分地关注我自己的技术啊 就是我选学的自然技术这方面 关注她说对家庭的照顾不够 就对妻子忽视太多了 您真的是没有尽到一个丈夫该尽的责任吗 可以这样说吧 我收入也不是很稳定 而且要投入了公益这块 对我的各方面的牵扯 经历 这个牵扯很多的 身体上也不是很好 还有的时候还需要她去照顾 您和您妻子结婚多长时间 我们是05年5月1号结婚 她是一个完全健全的一个人 那怎么谈起恋爱 怎么就嫁给您了呢 才开始她由别人去介绍的 我看有一个电脑培训班 她到我那里就学了几个电脑 就冒充学生去探查我 她就那个时候就觉得 哎呀我对学生相当的认真的负责 有责任感 谢谢大家